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小溪里面除了它们要钓的长期猎之外 还能看到美丽小条丘 白银金丝 西纹下苦跟萨斯华佑 在东京里 生物的节奏慢慢开始平复下来 昆仪色的褪去 同时变得朴素起来 但白银金丝依然很香 完全不受影响 日常空军的两个B开始找借口 所以我在水里也想发挥 他妈的菜就是菜好不好 所以我看了这个地方 相对上游 其实在中下游 我更喜欢这种尾巴跟沙子屋开的河床 这种带前指的虾 我们喜欢教他们做的大眼贼 又健又可爱 攻击性很强 不推荐饲养 鱼跟水草都能帮你吃干净 韭菜加腊肉炒起来非常好吃 不用吐壳 一口一个小朋友 美丽小条丘真的是很八卦 中底层丘类 饲养条件简单 偶尔可以咬几口水草 带有一定的攻击性 特别喜欢攻击别人的眼睛和肚子 个人猜测应该是跟食府的习性有关 家里有养丘类的小伙伴 可能也看到过鱼缸里的死鱼 肚子跟眼睛优先被吃掉 只剩下身体 食物充足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推荐饲养 可以玩一下 这个我看了很久的月里幽体 毕竟月里BB一般也会在这个尺寸出窝 爸妈慢慢开始不再照顾它们了 但细看之下尾巴没有圆形的斑纹 背其前后隔一遍 跟虾骨很像 胸前也带有吸盘 也属于底层鱼家族中的一员 它们的名字叫做沙塔尼 老妈喜欢买回家熬汤 加一点白萝卜 撒一点胡椒粉 汤汁浓郁 仿佛有大海的味道 肉质紧实线嫩 不会比施斑鱼差 市场上出售的基本是员工养殖 也剩的已经很少了 个头很大 价格在30块钱一斤左右吧 繁殖方式跟子鱼的效果差不多 同样是小软型 但体型比子鱼要大得多 它们是一种纯粹的肉食性鱼类 体色能随着环境同步用为一体 一般情况下很难发现它们 如果它们身边的猎物 基本跑不掉 攻击速度很快 属于棒发型选手 家里不建议饲养它们 互动性很低 典型的伏地膜 而且能跟你鱼缸里面 所有的鱼类合体 最后缸里只会剩下它一个 养一群小孩不想吗 那本期内容也到此结束 上一期的抽奖点赞还没到666 不要再下次一定了 这次一定好不好 好不好 同样是送两个 由野彩工作室赞助的 宽器链模型 现在还没有上市 但老板说会优先发给 得奖者 抽奖方式很简单 点赞超过666 江辉在弹幕和评论里 随机抽两个B 弹幕一个 对吧 评论一个 活动一直到送出为止 提前公司这两个B 提前公司这两个B 在最后感谢君主爸爸 感谢关注中国原生女 我是盲龙艾叔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记得三点 你懂我意思吗 我对你敬礼 是路 一年 一年 毕竟 以这个也论 嘞 自己感觉 不能再救 是 在水 水 是 手